So guys welcome back 最近看到有的同学给我留言 说ApeCoin还有旧吗 我们可以抄ApeCoin的底了吗 现在已经快一块美金了 是不是底 今天敲股的敲小股 大家万众期待的ApeCoin分析终于来了 如果你想投资ApeCoin的话 如果你想了解ApeCoin 以后到底是要有一个什么样发展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所有的节目 话不多说 Let's go Hi guys welcome back 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 如果今天节目对有点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个赞 下面点个赞 好吗 然后我今天所说的东西都不跟任何投资演讲的 都是我个人的分享 ApeCoin 我第一次在讲ApeCoin的时候 应该是八九块 十块钱左右 然后到二十多块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让大家抛 有的人抛了 有的人没抛 抛的人恭喜你 没抛的人的话 很可惜 ApeCoin一路线走下来了 现在已经跌了快一块了 那我们现在好好讲一讲 ApeCoin还有没有前途 还能不能买 最近的话 麻吉大哥 ApeCoin的AIP过了 然后他会从Ape的Foundation DAO里面 拿差不多 将近差不多1100万克Ape出来 去扫一些BYC MYC 狗 然后还有一些Punk等等 Yuga旗下的一些NFT 记住他不会扫地板 他只会去扫一些稀有的和有价值的 之后的话 他可能会把这些东西会联系到一些 比如说美术馆 或者是一些博物馆等等进行展览 很多人问我 ApeCoin还到底能投资吗 还能不能买 下个牛扇能不能起来 它能不能归零 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疑问 对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peCoin的经济模型 ApeCoin主要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就是在ApeCoin的游戏当中 现在ApeCoin 现在UGAN的G203出了几个游戏了 其实在这些游戏里面 你都是可以去用ApeCoin 去做一些走捷径也好 加速也好的一些功能 第二的话 ApeCoin是可以做一个治理代币 对吧 像所有的AIP提案 对吧 都是可以用ApeCoin来进行投票的 现在都知道ApeCoin 现在流通的话 大概差不多在5亿美左右 其实只释放了一半 还有一半没有释放完 这个全部的要等到2026年才能全部释放完 这个我们在DeFiLAMA网站上面可以看到 ApeCoin每个月都会解锁1600万克ApeCoin 然后也就是严格意义来说 就是说每个月 如果大家想抛售的话 所有人一起抛售的话 会有1600万克ApeCoin流向市场 这就引起了最近的一些 很多人说 有些VC在疯狂打ApeCoin 别人不知道 我觉得Horizon Lab肯定是一直在砸的 因为BYC前两天刚说了 已经不跟Unprobable一起合作了 对吧 它是游戏公司 Unprobable的上面 其实就是Horizon Lab 所以Horizon一看 不合作了 好吧 我就疯狂砸 对吧 所以之前我就一直在想 这个价位已经没必要再砸了 为什么一直有人在砸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是Horizon 它在砸 对吧 不过它砸了也好 它砸了以后 那就是之后的话 如果直接打到了Rock Button的话 之后就是Up Only 对吧 就只能往上 所以就让它砸 让它砸完 砸完也就没事了 对吧 这样的ApeCoin 这个抛售 对ApeCoin是否是一个压力 ApeCoin线每天的交易量 在币安 大概是差不多1000万美金左右 感觉其实也还可以 也不是说只有卖盘 没有买盘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由于是熊市 主要是买盘比较少 然后有这么大的卖盘在 所以大家看到 Ape的K线 一直都是处在于 一个阴跌的状态 主要我觉得就是因为 一些投资人和一些VC 他们每次释放了以后就砸 每次释放以后就砸的原因 那回到NFT的市场 NFT市场现在已经没有热钱了 我觉得NFT市场 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到底了 上几期节目已经提到了 NFT市场 你看现在根本就没有人说 然后主流媒体 有时候还出来讽刺一下 这个NFT对吧 说之前多高多高多高 你看现在基本上 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吧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就是底了 我觉得如果想要抄底的话 现在的话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了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时间了 我最近也一直在看一些蓝筹的NFT 我在挑好的 但是说实话 现在买地板好买 但是如果你想买一些比较好的 比较稀有的 好看的 又在一个比较好的价钱的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一般的地板 现在放在那里 随时你过去买都没有问题 但是好看的第一还是价格太高 愿意卖的好看的 现在都把价格挂得很高 无法购买 对吧 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 还有一部分 就是很多人就直接拿着 我拿几年拿到下个牛市 对吧 就直接不挂出来 就是你无法去购买 所以现在 我一直看到了有几个 我自己喜欢的NFT 在这里面我也不能说什么 但是就是两种情况 第一 我觉得价格太高 我想以一个便宜的价格买 但是人家不卖 第二的话 人家就根本不挂单 就是一个unless的状态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购买 所以我一直在关注 如果看到好的 我还是会买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底 再来看 从技术上面看一下 自从6月份 Apecoin跌破了三块以后 它在三破一直上下 上下 上下 弹了几次 跌破三块以后 就一蹶不振 再也没有回来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三块钱是一个关口 现在又到了一块钱 我觉得在一块钱 也是一个附近 是一个心理价位 我觉得一块钱左右有很大的一个买 目前看起来 一块钱基本上 就是差不多是 我不敢说是底 但是接近于底的 差不多了 因为大家看一下 最近大饼在跌的话 Ape好像也没有再跌的太多了 所以一块钱附近的话 其实我们再观察一下 看是不是一个好的买点 在这边的话 我想讲一下Apecoin的未来 我看到的一些东西 首先的话 这个绝对是跟Yuga的游戏相关的 OtherSight现出在明年2024年 推出OtherSight以后 里面的话 会有很大的一个燃烧机 去烧Ape的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的 有这个东西在的话 我觉得在熊市里面 Ape起码是不会归零的 而且它公司的其实现实质也够大 而且也在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 虽然说的游戏速度比较慢 但是游戏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速度 你不要想一天去做出来一个游戏 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它慢慢做 其实慢慢的到了下一个牛市 再来的时候的话 Apecoin是不会死掉的 只要它不会死掉的话 再下个牛市10倍 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上个牛市 这些山寨最少都是10倍 现在就算1块钱来讲 下个牛市到10块钱Apecoin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能不能到前高27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到10块钱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如果现在你现在手里还有很多Apecoin 现在绝对不是一个卖的时候 现在卖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如就拿去支押 换到手里有更多的Apecoin 然后等到下个牛市 你再卖掉 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总而言之 我觉得Apecoin还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你现在手上还是有的话 就拿去支押 让手上比约别人多 然后等到下个牛市 但是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对吧 但是有熊市就有牛市 有牛市就有熊市 对吧 我们现在是在熊市 牛市肯定有一天会来的 其实时间问题 你就拿来手上过两年 来了卖掉 我觉得我的目标价 反正是看到10块的 很有可能到10块 对吧 所以我希望 今年也能给所有的Apecoin holder打打气 不要太灰心 我觉得这个Coin 是在熊市里面死不掉的 一定会穿越牛熊的 我们只要等待牛市的到来 到时候都会 怎么那句话怎么讲 最近很流行的那句话 这么讲 青州已过万重山人 是吧 到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想知道 你对Apecoin的想法 你对Apecoin 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 它在下个牛市 大概能到多少钱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你们的预期 如果今天节目 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个赞 下面再点烂 好吗 然后还没有订阅我频道 朋友们一定要订阅我频道 打开那小铃铛 所以不会错过任何 发片和直播时间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下次见了 拜拜